黃淑濟 我們在空間中 來團學這裡有一條直線 這一條有線叫做L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之前好像有講過 空間中的直線 我們現在找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叫做V向量 這個V向量跟這個直線L是什麼關係? 是平行的關係 同學還記得跟直線平行的向量 稱為直線的什麼向量? 方向向量很好 我們正式來應用這個東西 在空間中如果有一個V向量 它跟直線L是平行的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的一個非零的向量 把它稱為L的 一個方向向量 注意是一個方向向量 我們正式來定義方向向量這個名詞 在空間中跟直線平行的向量 把這個非零的向量 這個向量我們就把它稱為這個直線的一個方向向量 那為什麼講說是一個方向向量? 因為我們知道向量本身可以分數 所以事實上方向向量有無限的落差 好 那如果你還記得 同學我之前應該講過 我們在空間中針對這個直線 我們有沒有去定義它的方向量? 沒有 空間中的平面也有方向量 空間中的直線我們是要研究它的方向向量 你要注意這件事喔 空間中的平面我們是去研究它的方向量 可是到了空間中的平面 我們是研究它的方向量 可是到了空間中的直線的時候 我們是要去研究它的方向向量 它沒有法向量 來這裡來講講訊號 我們沒有定義 沒有定義 空間中的直線沒有法向量 OK 它有了方向向量的主法之後 我們現在都要頂出空間中直線的三大表示法 其中一種表示法非常重要的 叫做直線的參數字 我們會慢慢的跟同學喔 逐一的來說明 空間中直線的表達方式 原則上呢 常見的有三種 哪三種呢 今天要介紹參數字 接下來之後我們會介紹所謂的對稱比例式 還有所謂的兩面式 這個在我們課程裡面喔 都會慢慢來介紹 那這個參數字的概念喔 其實非常容易把它接力起來 空間中如果有一條直線叫做L 直線叫做L 然後在這個直線L上呢 我們有一個定點A 來定點A A點我給你它的作標 好假設叫做341好了 好 然後我再給你這一條直線 一個跟它平行的向量 也就是它的方向向量 好 它的風向向量V 好 我假設它是誰 叫做213 這個V是一個定點 好 這個V是一個定點 來我們把它寫上去 這一次一個V is on 那這裡要先讓同學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只要掌握一條直線上的一個定點 跟它的方向向量 事實上這一條直線呢 就可以唯一的被確定下 位置很簡單 來同學看我的手 這很簡單 如果我左手拿的 這代表一個方向向量 右手拿的代表一條直線 如果有一條直線 跟這個向量是無形的 你覺得這樣直線會有幾條 這樣無線多條嗎 你只要跟它平行就好 它可以在空間中有很多種可能性 如果但是如果我讓這條直線 通過某一個定點 對不對 這個時候這條直線就定下來 這顯然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定點 然後搭配一個方向 就可以把這條直線定下來 好 那我們要怎麼去引導出它的參數式 很簡單 參數式 事實上我們講的就是動點滾跡 我們在這個直線上找一個動點 它的坐標叫做SYV 來 寫上去 SYV 這個PC的動物 它是一個動點 那我們學過向量 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同學 這個P點 這個AP向量 我問你 同學 這個AP向量跟這個方向向量 一定什麼關係 一定是平行 兩個向量平行 代表這兩個向量一定是什麼關係 一定是伸縮的關係 所以這個AP向量 它事實上 是不是可以寫成P倍的什麼 方向向量 我這樣寫 投學你接受嗎 知道嗎 對不對 這就是它的規則 只要我這個P點在這個直線上移動的時候 這個AP向量跟這個方向向量 絕對是平行的 這個P通常是一個非0的常數 通常是個非0的常數 這個P如果是0的話 它這個時候這個P點剛好會落在P點這個位置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知道AP向量 它是用後面的座標 P的座標去解掉前面的座標 然後會長多少 T倍的P向量 對不對 向量的座標表示 所以現在我們是不是就知道一件事情 同學這個P點的座標 動點P 它是不是可以寫成 把負位移過去 A點的座標 再加上T倍的方向向量 同學你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這個AC的定點 這個V代表它的方向 同學那這個T它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講過很多次 代表的是那個生脫的倍率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這個動點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這個定點 再加上這個方向向量的某個倍率 去把這個點去把它拉動 對不對 它是一個怎麼講 動態的感覺 你知道嗎 有一個感覺 這個A點本來在這邊 你加上一個跟直線平行的向量 對不對 去拉動這個點 這個直線上的每一個點 都可以這樣去表示它 這是個動態的想法 好 所以同學 A點的座標是誰 A點的座標叫做2D A2 A點對不對叫341 對不對 341 再加上T倍的 來 方向向量是誰 2 1 3 你要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好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它就會變成3加上幾T 2倍的T 然後這邊變成4 再加上5倍的T 然後這邊變成1 加上幾倍的T 3倍的T 好 這一條直線上的動點 我們可以用T的形態把它表示出來 同學 這種表達方式 我們把它稱為直線的什麼式嗎 這個叫什麼式 這個叫參數式嗎 這個T就是參數 你們知道嗎 這跟我們高二上學的完全是一樣 對不對 我們只要掌握定點跟方向向量 是不是就可以把參數式寫出來 對啊 然後這個T 特別要注意 你寫參數式的時候 這個T的範圍要寫一下 這個T是屬於認定的時數 好 T是認定的時數 給定一個T的值 它就代表這個直線上的某一個點 T為認定的時數所形成的集合 就是這一條直線 完整的直線 考試你寫參數式如果沒有寫T的範圍 可能會被扣分 因為你沒有寫T的範圍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參數式是直線的參數式嗎 還是一個線段的參數式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寫參數式一定要把T的範圍 給大家講清楚 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從這裡 同學旁邊寫一個小小的T 這參數式很容易解解 這個T就是我們的參數 來 這個P點 動點P 它是不是可以寫成A點 再加上T變成B向量 好 同學 這個A是一個T點 來 我們說明一下 它是一個地址 直線上的地址 同學 這個V代表直線的什麼向量 方向向量 可長可短 對不對 所以空間中的直線 當你要把它寫成參數式的形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答案跟隔壁的同學坎會不一樣 但是你們兩個人的寫法都是對的 因為你只要掌握定點跟方向向量 就可以寫出參數字嘛 所以你這個定點 考試的時候如果這條直線給你好幾個點 你不一定要找這個A點 你找其他的點也可以啊 那風向向量 你不一定要找213 你要找什麼426也是可以嘛 對不對 啊你要找426-1-3也是可以 所以同學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參數式的表達方式並不唯一 從少神不要一直吃到餐 來一個參數 表達是不唯一 你在上課欸 我肚子也很餓啊 我也沒有吃到餐 對不對 如果左手拿著 右手拿著餐廳 你去這樣也很喜歡 這樣就是 來 我們講一個例題就好 但今天不用講太多了 我們今天先請個頭 然後明天再繼續講 這個例題我們給他兩個讚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基本 這個題目是這樣 空間中有一個理念 來 你跟我的情況 然後講到這個 我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我跟你講 2-1跟2-2分都開了 我們現在雖然在加入空間中的直線 可是空間中的直線這個單元裡面 有很多2-1在提供 所以我大膽給你預測 以楊欣老師的個性 他第二次上課 他一定有2-1一起進去 就是那個空間中的平面方程式 他一定會重新再考一次 就是他會整個混在一起考 因為這些觀念沒有辦法證明 把它分明出來 所以同學也要說明 第2-1一定要回去重新在密裡面 再重新密裡面 這是空間中的一個體面 來 體面的方程式給你 來 仔細聽 體面的方程式叫做s 就是加上兩倍的y 減掉z等掉 好 然後現在呢 在這個空間中 有一條直線 好 有一條直線穿過這個平面 跟這個平面產生一個焦點 好 然後我現在給你這條直線上的兩個點的多標 好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A點 來 跟著我寫 廢的話我想寫那一種 A點座標叫做f2b 來 這裡有個b點 b點的座標叫做b2f2 好 來 團員你現在把這個題目寫上去 我現在要求兩個問題 來 第一個問題 今天喔 問什麼問題呢 這一條直線AB直線的什麼式 我要你把它的參數字寫出來 很簡單 AB的參數字 我要寫這條直線的參數字 你看同學這太容易了 為什麼 同學你想像一下 我跟你講這要有動態的想法 同學 想像一下在這個直線上有一個動點p 來 同學 這個p點這個p點的座標 你是不是可以看成是這個a點的座標 再加上某一個倍數的什麼東西 方向向量 就是這個a點 然後再用一個方向向量去拉這個a點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定點你不一定要找a 隨便你高興就好 那現在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一條直線的方向向量 你會怎麼找 就a1嘛 你要找個跟直線平行的向量 他a1兩點的座標都知道 我們用這個a1向量 來擔任我們方向向量的角色 是不是很剛好 所以你這個動點p的座標 它其實就是定點a 再加上那個倍數的什麼向量 a1向量 這樣比較好嗎 所以來同學a點的座標 我們就直接寫 叫做-2-1-1-6 再加上t倍的a1向量 pomint寫前面 所以是2 然後多少1-2 所以我們的參數次寫出來 它會變成-2-1-1-1-2-1-2-1-1-1-2-1-1-1-2-2-1-2-1-2-1-1-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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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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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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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1-3-2-1-1-3-2-1-2-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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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1-1-1-2-2-2-1-2-2-1-2-1-0-2-1-2-1 要助理你講 這個第一次任意的思索 請你相信我 考試通常不會教學最顯示出 因為每個同學答案可能都不一樣 對不對 老師通常都會這樣出 那你說老師要考試這個題目會怎麼出嗎 這個題目會這樣出 第二題目的教育 我跟你講 這個才是考試會出的經過 它會考什麼 它會考這一條實現 可以懂嗎 與什麼 與平面1 的什麼東西 的焦點做標題 我跟你講 考試 它如果要設計考題 它也通常會考焦點做標 他問你說 當這條直線穿過這個題目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做標是誰呢 考試會這樣考 你說老師 那這個焦點做標很全 很簡單 一定會存在某一個特殊的題目 一定會存在某個特殊的題目 只要這個東點P一定會剛好過在 這個直線跟題目的這個焦點上 你只要把這個題目找出來 是不是就解除了 那同學問你嘛 這個P點 如果它剛好這個動頂P 如果剛好落在這個題目上 那你把這個P點的參數式 帶入這個題目的方程式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成立嘛 所以今天當你把它表示成參數式之後 你要去求這個焦點桌標怎麼求 很簡單嘛 把參數式怎麼樣 帶入這個題目的方程式 這個T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那個特殊文T算出來了 算出來之後 再把它帶回來 同學這個P點的桌標是不是就知道 好 我的意思嘛 所以同學你現在可以開始做 好學 要怎麼做 就很簡單嘛 你將什麼 我將這個P的參數式 把它帶入來P點的方程式叫做 X加2Y-D-6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P寫出來 你都這樣來幫我寫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把應該不用寫的太詳細嘛 你自己寫 可以嗎 你知道我在選擇嗎 等一下 3.5秒鐘 你知道我在選擇嗎 你參數式嘛 中間中的直線 動點P的概念 它全直線跟P面的焦點 一定會存在我們特殊的P 使得這個動點P會跑到這個地方 所以你把這個P點的參數式帶入裡面 好 就可以把那個特殊的P把它放進去 來 算多了 還有P算多了 P嘛 好 這個P算出來等於P 那P算出來等於P的話 教學 這個P點的多標 來 這個焦點多標是誰 1 我帶回去喔 負2加2 就變成0 好 1喔 所以算2 1喔 所以是多少負2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多少 0 2負2 好 注意考試會上考 考試憲哥P點的教練做點 考試會上來 好 考試會上來 好 考試會上來 這樣可以 好 考試會上去 嗯 嗯 嗯 我們今天先講一頂參數 我們泡泡泡泡可以嗎 對不對 可以 我們泡泡可以嗎 我們泡泡可以 我們泡泡泡可以 我們泡泡可以